加拿大房贷和住房公司星期三公布的数字显示 加拿大8月份住房开工数量明显上升 比7月份增长了约7% 具体的住房开工数量是8月份 加拿大有262,396套住房单元动工 而今年7月份加拿大的住房开工数量 是245,425套住房单元 这使得8月份加拿大的住房开工量 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从房屋类别来看 8月份城市地区住房开工率增长幅度 最大的是公寓楼等多单元住房 有248,000多套住房单元动工修建 增幅是9.1% 而独立房的开工数量下降了1% 只有不到47,000套独立房动工 从地区来看 包括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在内的安大略省 和有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的魁北克省 是带动加拿大8月份住房开工率上升的主要力量 加拿大房贷和住房公司的分析师认为 加拿大政府针对COVID-19病毒肺炎疫情实施的海量资金救市措施 推迟了经济衰退给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这一负面影响将在今年年底和明年表现出来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经济师Royce Mendes认为 COVID-19病毒肺炎疫情让来加拿大的移民数量和留学生数量减少 这会降低对租房和住房的市场需求 此外 加拿大8月房价攀升 温哥华和多伦多房价领涨 根据Tiranet National Bank综合房价指数 加拿大8月房价较前月上升1.5% 较上年同期增长11.4% 该指数衡量独栋房屋重复出售的价格变化 该指数创下1999年开始编制以来 第三大8月月度升幅 调查涵盖的11个市场中 有7个市场的房价在8月上涨 其中多伦多和温哥华这两个最大市场领涨 这两个市场的房价自2010年来的热烈涨势 已经引发房地产泡沫担忧 多伦多8月房价较前月上涨2.8% 为连续第7个月上升 多伦多8月房价指数首次超过200 这意味着自2005年6月被设在100以来 该指数已经增长于1倍 温哥华8月房价上涨1.7% 为连续20个月未降 尽管该市对外国购房者实施15%的税率 房价指数显示温哥华房价自2005年以来 上涨了249%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